歌声陈一勋5月30号晚上出席慈善活动 同场还有老婆徐浩莹 不过Eason就故意跟太太前后交道场 又代表老婆表示当天不接受采访 但即使是人所共知的吹神 Eason现在跟媒体见面时 比以前不自在多了 小点牌 其实我很喜欢看到你们的 但是我在那个牌当中 就是真的有很大的压力 你看 很紧张啊 由于徐浩莹透过不断锻炼 目前身体强壮的可以参加三项铁人比赛 陈一勋孝言对方是运动员级别的人物 最近已经不太认识 但对于徐浩莹早前表示 如果陈一勋不戒烟不减肥 就不会跟对方生二胎 陈一勋就表示 徐浩莹只是随便说说而已 不过媒体再多问两句 Eason就立即封嘴 让人好奇 以前的吹神如今去了哪里 我为什么不做访问 就是不想回答这种问题了 又问老婆又问女儿 常常都问没有其他好问 我音乐很多的嘛 做音乐事情 你为什么总是忙跟成为啊 下个礼拜再继续了 再继续了 对啊 没什么话了 拜拜 谢谢 没什么 不多回答 谢谢 谢谢大家 优酷全娱乐香港报道 歌声陈一勋5月30号晚上 出席慈善活动 同场还有老婆徐浩莹 不过Eason就故意跟太太前后交道场 又代表老婆表示当天不接受采访 但即使是人所共知的吹神 Eason现在跟媒体见面时 比以前不自在多了 小点牌 其实我对 我很喜欢看到你们的 但是我在那个牌当中 就是真的有很大的压力 你看 很紧张啊 由于徐浩莹 透过不断锻炼 目前身体强壮的 可以参加三项铁人比赛 陈一勋孝言 对方是运动员级别的人物 自己已经不太认识 但对于徐浩莹早前表示 如果陈一勋不戒烟 不减肥 就不会跟对方生二胎 陈一勋就表示 徐浩莹只是随便说说而已 不过媒体再多问两句 Eason就立即封嘴 让人好奇 以前的吹神如今去了哪里 我为什么不做访问 就是不想回答这种问题了 又问老婆又问女儿 常常就问没有其他好问 我应该很多的嘛 做应该事情 有没有总是忙着成为啊 下个礼拜再继续了 再继续了 对啊 没什么话了 拜拜 谢谢 有没有时间去付军金啊 啊 付军金 哎呀 没什么 不多回答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优酷全娱乐 香港报道